初世纪九章,今天讲到挪亚的故事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翻 简单说呢,就是呢,已经过了洪水了 然后呢,大洪水之后呢 然后呢,反正就是开始人类要重新滋养 所以第十八节 初世纪九章十八节 初方舟挪亚的儿子 就是散寒亚佛,韩是迦南的父亲 所以呢,散寒亚佛,韩是迦南的父亲 这一般来说圣经的排列 散寒亚佛,散就是大儿子 韩是第二个,亚佛是第三个 好,但是当然,犹太传统有有人说 亚佛是大儿子,韩是第二个,散是最小的 因为有一句话,在应该是历代志有提到 我们中文是翻说亚佛的哥哥散 但是,但是那句话有些人把它翻成 哥哥亚佛的,就是,就是有一个形容词 那个形容词是形容年长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是说散,你可以说是亚佛 可是从来没有人说过,韩是 韩是,反正韩通常都是第二个就对 所以是散寒亚佛,散寒亚佛 每次都这样排列哦,散寒亚佛,散寒亚佛 好,所以韩是第二个 然后呢,韩是迦南的父亲 OK好,这是奴亚的三个儿子 为什么他讲这个东西是这样 好,那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故事 应该是不少的弟兄姐妹都看过这个故事 好,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就变,就醉了 在帐篷里赤着身子 有人会说挪亚犯罪 有啦,喝醉是犯罪啦,没错啦 因为不可醉酒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啊 这是恩典时代,但是那时候没有律法 他们不晓得喝醉是醉啊 他就已经告诉你是醉了,英文是醉 诶,醉是中文才是醉啊 英文跟中文的醉是不同 英文的醉不是罪啊 不是犯罪的醉是不同的音啊 好,简单说 挪亚确实喝醉 然后有人说他怎么可以在帐篷里面赤着身子 他的帐篷他为什么不可以赤着身子 他喜欢裸碎不行哦 对不对 裸碎对健康很好啊,对不对 好,再来 第二十二节 迦南的父亲也就是寒 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 然后呢 闪跟亚佛就拿着衣服倒退进去 给爸爸盖上 他们没有看见爸爸的赤身 好,继续往下 第二十四节 挪亚醒了,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好,然后呢 就说,然后后面怎么闪啊什么什么 好,现在题目来了 大家就会问 是韩作作是为什么罚他儿子 兄姐妹,其实他第一开始问的是 我那个时候大概有点累 可是我想要搞清楚 然后我其实去看了不少东西 然后呢 我之前有些答案 可是我不想要那么轻易的回答 所以这次再研究一下 所以呢,其实今天可以跟大家回答一下 你先去看一件事 我们刚才说闪哈亚佛,闪哈亚佛 韩是第几个 韩是第二个,对不对 你看第二十四节写什么 挪亚醒了久,知道什么 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药也是二儿子啊 韩是二儿子啊 小儿子是亚佛啊 他怎么会是小儿子向他做的事呢 所以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九章二十四 对,好 你知道吗 对,六九九六 按下去,对 这个是年幼的、小的 而且有很多版本 你看有十五字翻 youngest是最小的 好,再回上一页 所以确实是小的,对不对 好,儿子后面那个字 一一二一按下去 这个字可以是儿子 也可以是孙子 有没有看到 是孙子不是儿子 因为韩不是最小的儿子 懂吗 很多版本直接翻最小的 其实好,我们回到 我们何个本翻错 把它翻成小儿子 而且大部分版本都 其实应该说 我大概看了解关 我们通通都翻儿子啊 可是其实根本问题是 他其实在讲那个小孙子 最小的孙子 那个小孙子做的事 挪亚醒了久 知道小孙子 想想所做的事 所以呢 嘉南显然对 挪亚做了某件事 因为你知道 儿子跟孙子同一个字啊 挪亚的 所以他说啊 嘉南受诅咒 上帝就不是这种神 你含犯错 怎么可能去罚嘉南 嘉南犯了某个错 但是呢 其实好 当然这个就会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了 呃 我们往前一点到二十二节 好 二十二节 呃 好 没有 嘉南的父亲喊 看见他父亲赤身 然后二十一节是他赤的身子 你知道吗 旧约有一个很隐蔽的词就是 你知道 不可露你父亲的下体 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 露你母亲的下体 就是露父亲的下体 通常露下体这件事情 暗喻 跟性有关的行为 性行为或者是 那个性的东西 所以 有这种说法啦 有 我看到有一些说法 一个说法就是 很很夸张的说法 我没有说我认同 我去做了一些功课 就是一个是 韩露了他父亲的下体 意思是 这个那个人说的 我不完全认同 但他有这个说法是 韩其实跟他妈妈乱伦 所以生了嘉南 所以嘉南受诅咒 这是一个说法 不完全对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说法是 那个地方 那个小儿子的地方 其实应该翻小孙子 就是嘉南这个小孙子 在 在爷爷喝醉的时候 对爷爷做了不尽的动作 露了他的下体 不只是看 而是做怎样 然后22节的解释 是韩看见了这件事 去告诉他的 两个兄弟 然后他两个兄弟 赶快遮盖爸爸 不要让其他 可能就是 有可能就是小孙子乱来 但是你做 你对这个组长 假设你给爷爷乱摸好了 他喝醉你给他乱摸 光那个年代 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OK 所以呢 简单说几个点 就在刚才的一个 第24节 韩 请翻到24节 谢谢 挪牙行个酒 知道小儿子 特别这个小 可以是最小的 知道最小的儿子 像他所做的事 最小的儿子 应该是亚佛 怎么会是韩 上面的 闪跟亚佛 他们做的事 是非常对的 所以啊 应该不是这样 而且按照神的本性 你知道有些时候 一些难解经文 按照神的本性 神断不以 有罪为无罪 不以无罪为有罪 所以呢 不会爸爸犯错 处罚迦南 一般来说啦 当然如果真的 爸爸 他的爸爸 含 他乱伦的话 那当然迦南受诅咒 那是因为 他是乱伦生的孩子 没错 我必须说 因为那个年代 是这样的 而且不是 那个年代的问题 是 就是上帝的原则 但是当然 就算你真的 乱伦生的小孩 你信了耶稣 耶稣也背负乱伦的罪 所以这个罪就被解决了 可是在那个年代 没有完美的赎罪计 好 这是一个 所以如果说 如果是寒 他乱伦生了迦南 迦南受诅咒的正常 再来是迦南本身 就是二次节提到了 挪亚醒了久 知道小孙子 像他所做的事 他没有明说什么事 可是前面提到漏下的题 所以有可能是性骚扰 或是干嘛乱 就是你 阿公睡觉给他乱摸 也有可能是这样 或是怎样 所以呢 他就受诅咒了 是这样子 了解吗 因为里面有一个重点 二次节 怎样也不是小儿子 对不对 小儿子是亚佛 你要说的话 含做错事是二儿子 对不对 闪含亚佛 含是第二个 无论闪是最小的 或是最大的 反正含都是第二个 亚佛跟闪 有人说是最大 最大的是亚佛 最小的是闪 有人说最大的是闪 最小的是亚佛 可是含都是中间那个 所以他不会是小儿子 OK 好 所以呢 大概是这个概念 但是当然啦 有一些事情没有明说 但是他就用了那个 漏下体这个词 那我为什么之前不讲 是因为我觉得 这有点太前卫 要讲吗 但是你要了解 就是上帝就是 他不以 我们要按照神的本性来看 神不以有罪为无罪 不以无罪为有罪 OK 大概是这样 我怎么会有的 我现在已经有了 是真正的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还是真正的 我自己是真正的 你是不是 是真正的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